过去一年,通过走线逃离中国的人数不断创新高,仅仅在去年的前11个月,美国就抓获了3万多名非法入境的中国人。 就在这个冬天,数十名中国人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郊外的临时营地中等待着,这些营地刚好位于墨西哥边境以北。 他们已靠在一起生活取暖,数着将被带走进入庇护程序的日子,希望那便是他们在美国生活的开始。 从2022年开始,从美国西南部边境偷渡入美国的,被称为走线的中国人开始激增,到去年,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政府数据显示,在2023年的前11个月,美国边境执法人员抓获了3万1千多名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 而在此前的10年中,平均每年仅有约1500人。 许多走线赴美的中国人会先选择到厄瓜多尔或哥伦迪亚等南美洲国家落脚,然后再开始他们艰苦地陆路北上之旅。 走线旅程不仅面临遭遇劫匪的安全风险,还要花费至少5000美元的高昂费用,包括从亚洲非抵厄瓜多尔的机票、住宿、公共交通,以及穿越中美洲茂密丛林的引路费用等。 他们如果成功抵达美国,也必须在一处非正式营地里等待,即使被获准留下,可以申请庇护的人,也可能还要继续等上数年,才能获得身份。 尽管如此艰难,也无法阻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逃离共产中国的步伐。 在中国共产党篡战后,发生过多次的难民潮,中华民国海外公民委员会秘书长维特曹认为,这波中国人的走线潮,实质是又一波共产主义受害者的难民潮。 结合当前中共红潮败相来看,这一波逃亡潮意味着共产党政权的存在已经进入倒计时。 广州市铁翼中学以关心学生心理健康为由,花费4万多元人民币购买了一台智能互动情绪宣泄仪,却被爆其实只是将一台已过时的游戏机改头换面后连上了屏幕而已,市场售价仅600元。 网友质疑这桩交易背后存在利益输送黑幕。 近日,有网民以广州市铁翼中学的学生身份在网络社交媒体上爆料说,广州市铁翼中学不久前引进了一台名称为智能互动情绪宣泄仪的设备,安置在校内供学生使用。 校方声称出于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的需要而购买了这台设备,能够帮助学生们缓解压力和焦虑感。 然而,该校的学生们去现场使用这台设备时却发现,这台设备其实只是一台连接了显示屏的任天堂为游戏机。 爆料者在微博上发布的短视频显示,这台所谓智能互动情绪宣泄仪打开后,展示的使用说明、小游戏的内容中,到处都有Wii、Nintendo等字眼。 据上述学生的爆料,现在一台全新任天堂Wii游戏机在市场上的售价仅600元人民币下桶的左右,而广州市铁翼中学购买的这台设备中的Wii游戏机生产于2006年,在二手市场的售价最贵也才200元,但校方购买这台设备花费了4万多元。 广州市铁翼中学的经费公示资料也显示,这台设备是校方从北京奥泰瑞格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的,耗资46,500元人民币。 资料显示,Wii是任天堂公司2006年11月19日推出的一款家用游戏机,是NGC的后续机种,号称可以将玩家的体感引入游戏主机。 上述消息在网络社群中传出后,引发了众网友的热议,许多网友质疑,花巨资购买一台被包装成高科技设备的过时游戏机,这背后恐有不能见光的利益输送黑幕。 有网友怀疑,学校领导可能利用这笔交易贪污了大笔经费,也有网友调侃说,校方这是欺负年轻人,不知道停产的钱袋主机。 还有网友猜测,这台Wii很可能是非法改装而成的,更有网友指称,广铁一中的这台游戏机甚至都还是盗版的。 有中国网友把相关消息转发到了海外网络社交平台X上以后,有华人网友留言评论道,比起坑了十万亿造新的科技公司,这种诈骗仅止不值一提。 另一位网友则指出,政府采购就是保证各方的利益,要不然领导们哪来的灰色收入? 近日,河北邯郸太行五指山景区招募孙悟空扮演者,月工资6000元,主要工作室吃零食,登上热搜。 网友调侃说,这工作好,吃胖了还能扮猪八戒。 1月4日,五指山景区招募孙悟空扮演者的消息,登上热搜。 网传视频显示,孙悟空扮演者只需要钻进洞里,主要工作是接受游客投喂零食。 许多小朋友为孙悟空吃香蕉、红枣等,孙悟空吃得不亦乐乎,还一边跟小朋友互动说,好了,好了,都把你们吃穷了。 场面十分搞笑。 该景区负责人回应说,6000元月薪招人扮演孙悟空是真的,一直在招聘。 对文凭没什么要求,主要要求演员喜欢孙悟空,有一定的表演天赋,活泼开朗,有亲和力,能和游客互动。 保持二到四个孙悟空,正好他们请假可以替缓开。 该负责人表示,6000元是基本工资,演得好还会有奖励提成。 他介绍说,招募孙悟空扮演者自2023年初就已经开始了,现在景区已有两位孙悟空扮演者,其中一位工作了三年多,会孙悟空的动作和翻跟头,现在月薪资是9000元。 如今临近过年,我们打算再招募两位,有表演基础的最好。 他表示,这个事情最近突然在网络上爆火,今天最少有100人来咨询,但这个工作不是大家想的,只用趴着吃东西就行,我们现在正在筛选。 大陆极目新闻报道说,孙悟空扮演者每天得吃很多游客投胃的零食,现有的两名孙悟空扮演者,从入职至今都胖了十多斤。 当前,中国经济衰退,许多人失业,找工作十分困难,五指山景区出6000元雇佣孙悟空扮演者吃东西的消息,顺势引发网友热议,还招猴子吗? 我是92年的猴,每月6000,不动脑筋,没有什么压力,肯定有人报名。 孙悟空,小孩叫你妈妈买两串鱿鱿送过来,我觉得挺好的,吃胖了还能在景区伴猪八戒,哈哈哈哈。 也有网友持不同看法,你们看到的是搞笑,我看到的是心酸,喂香蕉啥的也就算了,喂生菜辣椒的。 我之前做过,有些小孩会把吃过掉地上的饼干捡起来,就往我嘴里塞,不吃就打我骂我,更可恨的是,还有小孩对着我尿尿,受不了就辞职了。 经过三天三夜的打捞,广东佛山一枚掉进河里的天价翡翠戒指,于1月8日晚间被找到了,现场响起欢呼声, 珠宝店老板高兴地放烟花庆祝。 找到了,找到了。 一名打捞工人,在河道淤泥中找到这枚价值上百万的翡翠戒指,网传视频显示, 岸上围观的民众爆出欢呼声,随后,珠宝店老板在现场放起烟花庆祝。 这枚昂贵的翡翠戒指,1月5日从河边一栋建筑的酒楼掉入河里,珠宝店老板立即请来打捞对打捞,把河道两头堵住,抽干河水,经过三天三夜的打捞,终于找到了。 最近几天,寻找掉入河里天价翡翠事件引发网友关注。 有消息称,这枚翡翠戒指价值1200万人人民币,也有人说价值仅数百万。 每天都有许多人在河岸上观看打捞进展,希望能够找到这枚天价翡翠戒指。 翡翠戒指被找到后,戒指的主人回应说,他在8日晚8点15分收到家人发的信息, 说翡翠戒指已经找到,除了沾了些污泥,其他完好无损。 他表示,这是一枚价值上百万人的翡翠戒指,是父亲为他准备的婚戒。 5日当天,父亲拍视频时,翡翠戒指意外掉入河里。 他展示了一段视频,一个人从套盒中拿出一枚翡翠戒指后,走到窗边,结果手滑戒指掉了,后画面中断。 这位翡翠主人说,他的婚期定在2025年,与翡翠戒指一套的,还有一条项链,一副耳坠和一枚男戒,是2023年12月21日镶嵌完成的。 我们家是做珠宝生意的,但我不在这行,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翡翠。 他否认悬赏百万寻找翡翠戒指,我们只是找人抽水,跟他们谈好了,按时计费。 谢谢。